乃冰 你刚刚说2015年的时候和妈妈学了16年之后已经大学毕业了 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的专业是特效技术一体 乃冰 你回忆一下 你觉得你们母子俩当同桌最难的学科是什么 最难学科是高数 高数 是你觉得难还是你妈觉得难 越高是这个科目难 科目本身难是吗 很吃力 解一道题可以得解两篇到三篇 高数你也学了 学 也能学好 差不多七八十分吧 七八十分 从来没挂科吧 没有 没挂科 所以你那时候的成绩跟奶冰比呢 毕竟是我年龄大了 咱得承认试试试 每次我俩做数学卷子和化学物理卷子的时候 他答的要比我快 你的成绩能在班上排什么层次 我们实验班是六十名同学 基本上是我能排个二三十吧 也不错了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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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人非常多 单位同志 单位就是都大地支持我 在11年前给孩子做了 这个24万的人工耳朵 你总觉得很多人帮了你 对不对 人啊 生活在世界上 有一个磁场 每个人 如果你的气场和磁场 不吸引别人 不充满正能量 充满爱的话 别人会漠视你 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妈妈 乃冰不是一个这样的孩子 你不是这样一个家庭 可能老师想帮都没机会 只有你自己自立自强 而且你散发出巨大的爱的能量场 所有被你周围的人 都会被你吸引过来 然后努力地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